啾啾 哈囉!大家好,我是唐! 今天是久違的QA影片 那這一次我會一邊化妝 然後一邊解答大家對我的問題跟好奇的地方 那在開始之前先讓我進行一下妝前保養的部分 我剛才已經先洗過臉 然後又用泥浸絲的噴霧稍微全臉噴濕過 就是化妝水的步驟這樣 那接下來我就要使用一個很棒的東西 登登 它就是泥浸絲的絞砂丸潤澤清感精華油 它是一瓶非常好用的植物性絞砂丸 那絞砂丸這個東西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也都很喜歡 泥浸絲這款主要成分是有機認證的義大利橄欖絞砂丸 然後它裡面還有添加珍貴的植物精華 使用了獨家的技術去調和 讓它變成輕油膜的質地 上起來非常清爽又好吸收 使用後的皮膚會變得很滋潤又有彈性 我現在就立刻要來用它 如果跟我一樣是偏油性 因為我是混油性膚質 的話大概用兩三滴就夠了 然後會這樣用手搓開然後按壓 我會先從兩頰這邊比較乾燥的地方按壓 然後再慢慢的帶到其他的下巴阿額頭之類的 如果是乾肌的話就可以用到五六滴或是更多都可以 那偏油性的膚質我們就是適量使用就好 它少少的用量就可以帶來非常好的保濕感 我這樣只是薄薄的上一層 你看我皮膚現在的那個滋潤度就好很多了 然後它這一瓶就是多功能的啦 除了你可以這樣直接使用之外呢 你也可以加進你喜歡的乳液 或是說你的粉底液覺得用起來太乾 你就把它加進去 它是一瓶很多功能的精華油 然後因為質地也真的很清爽的關係 我現在想要示範一下 因為我覺得嘴唇有點乾燥 所以嘴唇也想插一點點 然後我會稍微把它帶到唇周 嘴角這邊有時候也會太乾燥 就是像這樣局部油太乾燥的地方 都可以用它來增加滋潤度 或是像我剛剛講的就是把它加乳液啊 像是護手霜之類的 有時候護手霜擦了會覺得 怎麼好像擦了一下手又馬上乾了 你就在那個護手霜裡面再加一滴這個 就是加個一兩滴也可以啦 就可以讓那個護手霜的滋潤度 整個大幅的提升 效果都會變得更好 像我們這樣偏油性的膚質啊 其實用這種油的產品 會有點擔心會不會太油太悶這樣 會怕反而會長痘痘之類的 但是這一款它真的不會 就是你用量就是兩三滴就夠 然後它也很好吸收 我現在在臉上就是很舒服的滋潤度 也完全不會黏 你看我用 你看我用面子 它也不會黏住 然後也不會說按壓出油脂或什麼的 都不會 它其實是很清爽舒服的 然後像我們夏天很愛用一些控油的產品 像控油的蜜粉啊 控油的妝前乳啊 控油的粉底液啊 這些都是很乾的產品 那你的妝前保濕就一定要做好 所以像前面有些人用腳沙碗這樣 有滋潤度的妝前保養的話 你就不怕後續底妝會不服貼 太乾浮粉之類的 就不用害怕了 那我自己的情況就是 我妝前保養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就可以上妝了 如果你是乾肌的話呢 你當然後續你現在要再上個乳液也OK 那我現在就直接進行化妝的部分囉 今天的底妝來用LOREAL這一款 就是我之前影片已經介紹過了 今天應該不會畫什麼太特別的妝容 因為我想一邊好好的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是混合了200跟240這個色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200的時候會講200 240的時候我會講240 而不是240 首先第一個問題呢 我可以時不時的看一下手機 因為我把它記在手機裡 最多人問就是 我怎麼搬回老家了 如果你不是新觀眾的話應該就會發現 我這個背景變了很多 變回頻道最開始的背景 對沒有錯我搬回老家了 我從5月就搬回來到現在已經 大概三四個月了 我一開始跟我媽講說我要回來的時候 我只是說我回來 住個兩三天休息一下 再回去工作室這樣 結果住一住 就直接搬回來住了 會搬回家住的原因呢 其實有一點多 然後中間又因為加上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越住越久 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 我的身體跟心理狀況 都變得不是很好 欸欸等一下 我今天這個色號是不是 我今天粉底顏色又調太白了 我今天妝如果畫比較醜 大家不要介意 如果我那個回答問題回答得太認真 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總之呢大概就是這一年來 真的是這一年內喔 就是突然我的身體喔 會有各種狀況發生 我以前也不會在乎失眠這種事情 就是睡不著就睡不著啊 有什麼就不要睡啊 我以前超不愛睡覺的 但是這一年啦 我就發現 失眠變成是一個很大 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失眠 會變得會焦慮 變成太焦慮又失眠 我白天也睡不著 就是我是沒辦法白天睡覺的人 我沒有辦法睡午覺 我睡不著 而且我也會覺得我白天睡覺 晚上會更睡不著 所以就變成一直在惡性循環 然後壓力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我原本都覺得 我是一個很健康的人啊 就是 身體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狀況吧 就 也是某一天開始就會心悸 後來 咖啡啊 茶我都很少喝 或是就是盡量喝 無咖啡飲的 這一次會回來住 其實也是因為 某一天 連續失眠 是真的 一個小時都沒有睡 完全沒有睡 整整兩天 48小時都沒有睡覺 覺得 不行 就是已經48個小時沒有睡了 我今晚再睡不著的話 我真的會變木乃伊吧 我就覺得我自己會死 所以我就那天就決定 不行不行 我覺得我需要回老家 回一個 可能真的會讓自己 身心最舒服的地方 當然我不是說 我工作室讓我不舒服 我的工作室我也住得很快樂 但是就是 讓自己絕對舒服的條件的話 那一定是我從小住到大的地方 雖然這邊就是 真的住得比較久 所以家裡也比較舊 可是這邊就是 我覺得最舒服的地方 所以我就那天晚上打電話跟我媽 講說我想要回家 住一下這樣 那我就回家了 今天用EDU的遮瑕好了 我光是第一題 我好像就可以講很久耶 因為那時候真的打算住一下下 結果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也不太敢一直 來來回回跑來跑去 雖然我的工作是跟我家 就是做Uber就到得了 並不是什麼要轉高鐵 或是要搭客運之類的不用講 可是就還是覺得那時候的情況 不適合一直跑來跑去 然後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內心也有另外一種 對於疫情上面的焦慮 然後我媽也是 處在一個滿焦慮的狀態 然後剛好我回家的話 就是她有一個人可以聊天 有一個人可以 聽她講講她覺得 比如說她覺得 疫情讓她很焦慮的地方或幹嘛的 所以後來就想說 那不然再住久一點好了 順便也徹底的調整自己的作息 我其實原本只是想說 欸我回來住兩三天 調整一下作息 就是有正常睡眠了 我就再回去我的工作室自己住了 但我後來發現 調整作息不是兩三天而已的事 我覺得我大概是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才徹底的把我的作息 調整成比較規律的狀態 我的規律的狀態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是大概十一點半 十二點以前一定會睡 然後大概睡到早上七點到七點半左右 這是我現在的作息 那我現在是十一點多 大概十一點十五 十一點半這個階段 我就會開始 自己就會覺得有一點想睡覺 就開始打哈欠 身體各方面的反應都在告訴我說 喔準備要睡覺了 要想睡覺喔 就是會有這種很自然的 生理時鐘告訴你說你該睡了 然後我早上也不用調鬧鐘 大概七點到七點半 我自己會自動起床 我會自己張開眼睛醒來看 喔今天早一點今天七點 又醒來喔今天晚一點今天七點半 非常的自動 我之前是沒有辦法欸 我之前到兩三點都還沒有睡意 然後就張了眼睛看了天花板 到五點也還是沒有睡意 身體會自己想睡覺這件事情 在我身上找不到 所以各位如果跟我一樣有這種 睡眠上面的困擾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 真的就是規定自己一個上床時間 剛開始一定會很難 然後你要持續個兩個月左右 漸漸這件事情就會變成你的生活步調 然後一定也會有人好奇 欸那我搬離工作室 可是好像又沒有完全搬 沒有錯我還是很多東西都放在工作室 其實我跟Rachel本來就已經有討論好 明年我們都有各自的安排 所以就是一起住到今年年底 只是沒有想到我中間就先發生這一坨事情 然後導致我就提早半年 就是人就先沒住在那了 但是因為年底要搬家 所以我不太確定可能12月 我還是會經常過去整理吧 因為就是要搬家了 我有蠻多家具什麼的 一想到搬家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搬 我的化妝品太多了 到底要怎麼搬啊 我目前帶回老家的化妝品 只是我工作室化妝品的 十分之一吧 可是同時我也非常期待 明年新的工作室弄好之後 就可以有更棒的環境 可以帶給大家看 但是我未來那個工作室呢 我就是打算當作工作室 沒有打算要住在那裡 就是住家 我還是會跟工作室就分開 我住還是會住家裡 我現在用的是NAS的小白餅 第二題呢 是很可愛的問題 他問我最近還有在煮飯嗎 回家住張就沒有囉 家裡有媽媽這位大廚在 我當然就立刻懶惰啊 其實我這一年來 很少自己煮欸 就算我前半段時間 是自己住在工作室 也是沒有什麼煮 我都在叫外送 就是去年很認真的在 學習煮菜 認真煮菜之後 今年就懶惰了 眉毛部分我需要有一點細心 不然等一下兩邊畫不一樣 我等一下再回來 我剛才去上廁所的時候發現 今天的底妝妝感蠻漂亮的 因為這一款底妝它是比較霧面 然後又是高遮瑕度的底妝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妝前保養的關係 就是今天的底妝沒有這麼的死霧 對不對你看有帶一點光澤感 好接下來我要繼續回答問題 然後我要一邊來畫眼妝 下一題就是第二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牙套的進度 我戴牙套已經戴三年了 所以如果你們看我牙套影片 才認識我的人 就是我們已經認識了三年囉 就是感謝你看影片看了三年 然後我這個牙套呢 現在已經在算最後的階段了 就是再把全部的縫縫合起來 這樣子 下牌已經合了差不多了 剩上牌還有一點小小的縫隙 再把它合起來 但我還在考慮一件事 就是它全部合起來之後呢 我在想我的那個牙齦手術 要不要再開一次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我就有分享過 我有去開那個牙齦的牙周手術 然後也有順便處理骨爆的問題 那現在骨爆是已經 對不對你看已經好很多了 側面也沒有很凸 然後我笑的時候 那個骨頭也不會這麼的 往前凸出來了 就算我大笑 牙齦也不會像之前飛出來這麼多了 就是改善超多 我真的覺得牙套是最有效 最值得投資的 我覺得根本就是整形 它根本就是整形手術 超級值得 如果你們是有想弄牙齒的人 趕快存錢 真的可以弄 我會想要再開一次 是因為我希望牙齒 可以再大顆一點點 就是我原本的牙齒很小 然後就是開這個手術的時候 會順便把牙影往上縫 就是牙影往上的話呢 我的上髮牙齒看起來也會變比較大顆 然後現在已經比之前好很多啦 可是我在想 有一點想要再 再更好一點 但是應該快啦 不知道是今年有沒有機會好 或是明年 現在已經九月了耶 所以有可能會拖到明年 原本我在戴牙套的時候 牙醫師評估是說三年 那現在三年已經過了 然後我的牙套費用也已經繳清了 我在上個月回診的時候把我的牙套費用繳清 我今天用的眼影呢 是And B的 很日常的大地色系 選了一個絕對不會出錯的眼影 然後我想到我還有一個眼影膏想要用 也是And B他們家的 我記得有一題 好像也不是問題 他只是也算是個問題 本來他就是問我有沒有推薦黃黃的日系眼影 這個可以算嗎 但他是眼影霜 霜狀的 我今天是打算把它當成底膏來用 然後等一下上面再加這個眼影 剛剛那個眼影霜塗起來的感覺是像這樣子 但他因為是有一點點黏度的霜狀 如果你不疊個眼影的話 就你起碼也要用個蜜粉定妝 不然應該是會蠻容易積線的 那我想要在上面疊眼影 我想要用這個顏色 添加在這個雙重的上面 然後用海綿棒沾這個顏色 顏色怎麼有點顯色 我把這個顏色暈開 同一個顏色我要塗在下眼睛 他這個眼影還蠻顯色的 可是眼影棒 不是這海綿棒怎麼有一點粗啊 就是有種花皮膚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沾取這個淺色 提亮一下臥殘的部分 眼頭這邊也提亮一下 接下來使用這個顏色 加深睫毛根部 然後下眼點的後半也是 睫毛根部的地方加深 邊緣的地方我會稍微拿剛才的眼影刷 把它暈染一下 但是這個刷具的部分就蠻舒服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他的海綿棒 我用起來不是很舒服 但是刷具OK 最後用這種眼線刷沾取這個深咖啡色 用這個顏色稍微拉一個眼尾的眼線 眼影大概就像這樣 非常簡單大地色的感覺 我完全忘記一邊回答問題 那我畫這邊眼睛的時候 就一邊來回答 接下來有人問我說 最近的心情如何 我最近心情還蠻好的 除了打完疫苗 比較不舒服的那幾天真的覺得 也太不舒服了吧 就有一點崩潰之外 最近幾天的心情還蠻平靜的 心情平靜所以也沒有失眠啊 也沒有特別的煩惱什麼的 我現在應該很期待的就是 中秋節可以大吃月餅這件事情 我真的好喜歡中秋節唷 然後有人問我壓力大的時候怎麼紓壓 我的話很簡單就是購物或是吃東西 或是跟朋友聊天 我覺得跟朋友聊天也蠻有幫助的 如果讓我排名我自己壓力大的解決方法的話 第一名應該就是跟朋友大肆抱怨 狂馬 狂 第二個就是直接叫甜食的外送 叫一大杯真奶之類的 狂吃 然後第三個呢可能就是上網購物吧 就是網購了 還沒有結帳購物車通通結帳 我的話應該是這三個排名 下一題是問我打疫苗前最害怕什麼 就每一種疫苗好像都會有小小的機率 可能會反應不良啊 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症狀出現什麼的 我想應該大部分人都是害怕這個吧 就是怕自己是那個少數的不良反應 接下來是有人問我 人孤僻一點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我覺得我們家的人都還蠻孤僻的 就是我們全家人包含我弟 我們家總共有四個人 我覺得都偏向孤僻 不是這麼散於交際的人 比較慢熟啦 對我也很慢熟 熟一點的話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在進入熟之前的那個關卡有點多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可以享受一個人 你覺得安安靜靜的一個人 做自己想做的事啊 或是一個人逛街一個人吃飯 你覺得也很快樂的話 那孤僻一點就沒有什麼不行啊 就是享受自己的人生 享受一個人的感覺 也是很棒啊 有人問我對姐弟戀的看法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我覺得只要 只要不要跟我弟同年齡就好了 除了我弟的其他弟弟都可以 小個五六歲應該還能接受 只要相處起來舒服就好了 而且我周圍也蠻多朋友都是姐弟戀的啊 所以我覺得 現在姐弟戀應該普遍接受度都蠻高的吧 好我的眼影就畫到這邊 欸我覺得NB的眼影還不錯欸 就是眼影的顯色度 我覺得比一般日系想像中印象中的顯色度來的好很多 這四個顏色裡面尤其這個顏色的飽和度特別特別高 然後他的眼影霜呢 我覺得當成眼影底高來用也蠻漂亮的 就是你可以看你的粉狀眼影去做搭配使用 像我覺得這兩個搭配在一起的效果還蠻漂亮的 好那我現在去把我的睫毛刷完再回來 今天的腮紅我要來用賽上的這個是20號 它是一個這樣有點帶橘的 算是奶茶色嗎 好像也沒有到很奶茶 橘棕色調吧 下一題彷徨時的經驗 其實我還蠻容易彷徨的 然後欸這個腮紅是不是有點顯色 這個腮紅刷有點太小了 我大學畢業的那個時候也蠻困惑的 就是有想做的工作想要往彩妝走 可是又覺得手上面試到的工作 感覺蠻不錯的就是要把握一下機會 而且那時候大學一畢業當然是很想要趕快把學貸給還清嘛 所以那時候等於是有一種在要面對現實還是夢想 二選一的感覺 那後面的故事大家當然也知道 我就是先選擇了現實這一面 我就是先賺錢 然後工作了兩年 然後再後來才做YouTube的才做美妝類的這方面的工作 那當我自己是這樣煩惱的情況下 我通常不會自己一個人一直想 當然一個人會一直想一直想 可是我還是會跟朋友跟其他的前輩 就是跟家人 我覺得多跟信任的人討論是一個蠻有幫助的事情 因為我們自己一個人的人生經驗有限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其他人給予的建議啊 不管是好的意見或是 他可能不支持我的想法或什麼都可以 但這些都可以讓我有更多的視角去看待我現在徬徨的這件事情 徬徨的時候呢雖然每一天都很煩惱 但是還是會努力去過好每一天 每一天該做的事還是會做 然後有時候你徬徨的事情就會隨著你這樣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 欸有一天你就突然發現 欸我當初在煩惱的事情 現在好像也沒這麼煩了 他也就這麼就過了 或者是我原本一直擔心 喔狀況可能會不如預期啊 擔心一些情況之類的 然後就時間過了 反正其實情況沒有想像中那麼糟嘛 這件事沒有想像中這麼難 我到底為什麼要自己想這麼多呢 有時候也會就這樣就過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現在很煩惱的話呢 你不妨多跟你信任的朋友 或是學長姐或是家人都好 就是跟他們多聊聊天 然後聽聽不同意見 或者是說你就是認真過好當下的每一天 或許事情就會有不同的轉機 或者是你覺得很困難很煩惱的事情 他就默默的也就過了 我記得有一題是有人問我打亮刷 是一個彩妝師的品牌 這個紫色的筆桿 他這個打亮刷這個牌子的刷毛很特別的是 他全部都是人造纖維毛 可是我覺得他做得很逼近動物毛 但他單價不便宜啦 可是我覺得是很值得投資的 今天打亮就用開beauty好了 這個 兩個混在一起 下一題其實有一點承接上一題的感覺 對畢業生的建議 我覺得這一兩年畢業的畢業生們 真的是特別辛苦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相信工作是真的蠻難找的 然後大環境也跟以前比起來變得更加的辛苦 對不起插個話這個打亮真的是漂亮 這一兩年畢業的畢業生 感覺很多人可能都計畫整個被打亂 有些人可能原本打算去遊學的 可能也因此暫停 或是變得遠端視訊上課 真的只能跟大家說你們辛苦了 我突然覺得這一題好難喔 因為畢竟我畢業的時候 並不是像現在這個環境這麼的困難 我只能說有時候 人生就是這麼的不公平吧 所以沒辦法想到這一兩年 整個世界會變成這樣 出國變成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大家想要在路上不戴口罩走路 變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就連只是去餐廳吃個飯也都變得如此的小心翼翼 這在一兩年前是大家完全想像不到的生活 我覺得算是一種提早的被迫成長的感覺吧 我相信大家都變得更加的珍惜當下 跟珍惜周邊的親朋好友們 然後也可以更加的感受到 這個世界是如此的無法控制 事情如果是我沒辦法控制的情況之下 被迫要做改變的話 我都會想說 可能是現在不是個適當的時機 或是說危機就是轉機 有可能 欸老天就是某方面在阻止我去做某些事情 所以他現在就是打死不讓我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只能往另外一個B計畫去走 我就會盡量這樣跟自己講 就是稍微算比較正面的想法吧 因為我自己個人這一年來就是受身體跟心理狀況影響蠻大的 所以我就會特別想要跟畢業生講 就是雖然你們現在很年輕 但是請好好的照顧你們的身體健康 夢想跟理想還有原本計畫好的事情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整個大拔亂 但是你至少先擁有 維持健康的身體跟健康的心靈 這些原本決定好要做的計畫 稍微延後再出發也沒有關係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健康的身體 非常像老人家在講的話 我的天啊 我要去整理個頭髮 最後唇彩的部分我要用完美日記的唇釉 色號是1101 好像還需要搭一點橘色調的感覺 我要再加一點KMAC這個唇釉的03 它是有一點髒髒的橘色 混出來一個超級好看的顏色耶 好那今天的妝容就是像這樣的感覺 最後還剩兩題 其中一題是問到 我有沒有遇過憂鬱症的朋友 或是我自己有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希望可以聽聽我的觀點這樣 我自己是沒有憂鬱症 但是我有憂鬱症的朋友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當他需要我陪伴 他需要跟我聊天的時候 那我就是扮演一個聆聽者的角色 就是盡量聽然後盡量陪他 然後就大家也懂嘛 你叫憂鬱症的人說 不要憂鬱阿 不要想那麼多阿幹嘛 其實也沒有辦法控制 就跟我們自己在煩惱的時候 阿就真的很煩 你一直叫我不要想 阿我腦袋就是一直想著 所以面對有憂鬱症的朋友的時候呢 我通常可能也是先扮演一個 聆聽者的角色 他們覺得很煩的時候 我就聽他們講 他們覺得不爽的時候 沒關係你就講 你就講沒關係 全寫出來 然後你有想要聽我的意見的時候 我在講我的意見這樣 但最重要的都還是會跟朋友講說 就是建議他趕快去看醫生 或是他本來就有在看醫生的 就建議他趕快回證 就是跟醫生聊聊 聽聽看醫生怎麼講 這樣 然後我通常這樣的朋友也都會跟我聊 就是 比如說他看了醫生阿 然後醫生講的就是 回應的狀況之類的 就是也都會分享 所以我自己是沒有很擔心 我周圍憂鬱症的朋友 因為他們都有乖乖在看醫生 我比較慶幸的應該是我周圍這樣的朋友 都算是 他們真的不開心 他們還是會表達出來 並不會悶在心裡 所以比較是可以發現得到的 如果各位周邊有憂鬱症的朋友 然後他真的情緒都是一直往心裡面去的人 這樣的朋友就特別會需要 周圍的人去多多的關心 最後一題我覺得很有趣 他問我會不會想要變愛 他說想問他會不會想變矮 好多高的女生都不喜歡自己很高 然後矮的都不喜歡自己很矮 我想就是大家都對於自己有很多的不滿意吧 包含容貌阿身高體型 各方面都會有很多的覺得 如果我稍微矮個兩公分 168那樣就太好了 或是168可能選我再多個兩公分 170剛剛好之類的 或是體重也是 我自己現在的看法是覺得 身體健康就好了 真的身體健康就好了 對於自己身高的部分 我好像沒有特別的 想要再高或是再矮 好像還好 就是覺得這身高OK 體重方面 身材方面呢 現在也沒有什麼追求 就是 真的很佛系 就是覺得有健康就好 呃不要便祕就好 對於外表上面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做 我啦我是做彩妝 我是做化妝的 就是靠臉吃飯 所以對臉對皮膚還是會比較在意 可是我長痘痘也不會到這麼焦慮 因為我就是已經認清了 我天生就不是那種 有好皮膚的DNA 而且我其實周圍有蠻多朋友他們 是好皮膚的DNA沒有錯 可是他們很容易過敏 那很容易過敏 跟偶爾長痘痘 我會選擇長痘痘 就是痘痘 沒有關係嘛 長了那就擦個藥 那痘痘 剛好也可以測試 那個底妝遮瑕力啊 什麼的 所以我也不會很追求說 我一定要皮膚很仙女肌啊 我一定要皮膚超好 就也還好 我覺得瑕疵皮膚 有瑕疵皮膚的優點啊 就是你每次化底妝都會覺得 好有成就感喔 這底妝遮一遮就 哇 就會覺得今天化妝化得很有意義啊 另外像是 如果是可以靠後天努力去調整的 像是牙齒的部分 你真的真的很想要調整的話 我就會覺得 那就存錢去做 就很OK 就是你真的很想要做 你想要整形 你想要去弄鼻子 想要去削骨什麼的 我覺得只要有好好做功課 有存錢 你想弄那就去弄 就是我的心態是這樣啦 牙齒這件事情呢 大概從我高中 開始困擾我 我其實小時候牙齒 並沒有特別覺得怎麼樣 只是覺得牙齒很小 可是小時候 可能那個 骨頭生長之類的 還是用那麼完整吧 所以那時候的牙齒 也不會像我原本那樣的 笑的時候會突出來 然後是到了我高中的時候 某次有同學在那邊跟我講說 欸就是你牙齒 牙齒就是知道 聊到外表上面的事情 才意識到說 原來我是長這樣 因為我自己平常也不會對著鏡子大笑啊 完全不知道 然後從那之後呢 我就一路蠻自卑的 我還是會大笑啦 但是就會很受不了看到大笑的照片 我自己手上是不會有任何大笑的照片 然後有的話就直接銷毀 長大之後呢 有工作賺錢 趕快去爬紋 看是要震惡啊 還是要戴牙套啊什麼 那我之前在牙套影片是不是也有講過 反正我最後就是選擇戴傳統牙套 然後開牙周手術去挑針我那個 鼓爆的問題 欸怎麼扯到這邊 人家不是問我想不想長高 想到這邊 對我來講這就是一個 關於外表 關於外貌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就一起回答 我現在比較想要再調整的地方 只剩下一個 就是關於眼睛 就我在想要不要去做 近視眼的雷射手術 那如果你有看我IG的話 就會知道我前陣子 其實有發動態跟大家 就是欸跟有做過的人 諮詢啊 也不是諮詢啊 就是問大家的經驗什麼的 然後也做了功課 就是查了各種手術的優缺點啊 價格什麼什麼什麼的 但是就是礙於前陣子疫情還很嚴重 完全不敢出門 然後最近 最近是比較可以出門啦 但是就遲遲還是不太敢 對還是不太敢動 因為對我來講影響很嚴重的是 會有一個月不能化妝欸 一個月不能化妝 那首先我就沒工作 再來一個月不化妝我真的可以忍耐嗎 雖然很多人跟我講說 他們一個禮拜就開始化妝了 這個是我現在剩下唯一想做的 因為我也是很送不了那個眼睛的寫詩 而且我已經很努力都帶 比較多時間都是帶透明的 就是隱形眼鏡了 但是那個寫詩就還是在 啊當然我也知道寫詩長出來就長出來了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不要這麼明顯嗎 就是寫詩可以聽得懂人話嗎 你可以消失一點嗎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其實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就是有好好的認真回答大家的QA 然後也有畫了一個我覺得還蠻漂亮的妝容 這樣有一點橘橘黃黃的 有一點日系的妝容 今天能畫出美美的妝容呢 也要感謝我們的寧靜思 這一款絞殺丸潤澤清感精華油呢 真的很推薦大家 不管你是油性膚質乾性膚質任何膚質 只要你有皮膚乾燥的困擾呢 都可以使用這一罐 那提醒一下油肌的朋友 用量就是兩三滴就夠了 千萬不要貪心 那如果你是乾肌的話呢 就放心的大膽使用它 真的是一款非常清爽但是又滋潤的油類產品 很推薦大家 那詳細的產品資訊呢 我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點開來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一次再見 大家掰掰